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你们 把她伤成金养的 你 你会发 你先疗伤 我来对付她 你先疗伤 这 真是石洞天 不可能 这 这怎么可能 这 她是仁祖 又不是纯血生灵 怎么可能做天地造化 自古三书 开辟石洞天者 世间难尽 可有绝天是尊 等我再收拾你 不是想要太古神书碎片吗 过来你拿呀 过来你拿呀 舅船 别按宝树 你朝敌开 你荒语出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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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专家 你荒语出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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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叛徒 比风才是叛徒 你好了 嗯 当下古天阁破坏神藤根系的是羽风 杀死雄妃长老的是羽风 破坏逃生通道 将所有仆门陷入绝境的也是羽风 你 你不是叛徒 我 你就是个不老师 知道我为什么 那一人消灭你了 想不到 这么快就可以为熊妃长老 得主她的复仇 她 她 你凶想斩灭我 我躲起她 这刀跑了 虚身被诊 她起码也是身受重伤 她跑不了 你是不是又胖了 刚才抱着你 差点从天上摔下来 我就不敢救你 快死吧 好了好了 刚刚他们欺负你来着 走 借着找他们算账 你 你也是个忘恩负义的家伙 哼 就是她超越人终极限 过去我 我动天之尊 这人一轻轻的 竟达到了传说中先保的境界 八语罕见 日后定会成长为 真正的人族至尊 胖子 你自己去玩一会儿好不好 我去办点事 那什么事 一起去不行吗 我有好多秘密呢 都让你知道了怎么行 拜拜 秘密 我偏要看看你去干什么 殿下 殿下 出来吧 跟了这么久 你们累不累 是你呀凶兽 你 哼 不合你一般见识 我延远有事和你商量 年轻人 有一段大机缘 需要与你商议 大机缘 是你们的大机缘 还是我的大机缘 你不会是上回跟我摔跤输了 这回打算骗我吃亏吧 你胡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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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老公 你尝尝了 我都不敢救你 你胡说啊 你胡说了 你胡说了 且来商议正事 你可知道 谎语将乱 关我什么事啊 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我待在石村不好吗 还不如让女凶兽 跟我回去看守村头 放肆 就说早晚要动手 好强的防护宝具 放手 你居然 且慢 你也无事 少年人名不虚传 唯有如此 如此看来 我苏竟与昆鹏宝树无缘呢 昆鹏宝树 正是 谎语将乱 天降异象 太古昆鹏一朝现世 其中藏着盖世的昆鹏宝树 而想要进入昆鹏朝 只有一种办法 就是 开启 董天哲 就知道你们想占我便宜 可你们就不想想 我为什么要跟你们一起去 自己去不好吗 哎 距离昆鹏朝重现 尚须时日 你若改变主意 可来太古神山招老夫 太古神山 当年他们从真正的祖地回来后 为了能让你康复 去了太古神山 采摘圣药 看在你们苦苦哀求 谁苦哀求 隔座可以 不过要先满足我两个要求 年轻人 不要得寸进尺 第一 帮我在太古神山找两个人 出身石国的石子林夫妇 只要他们在太古神山 我们定能打探到休息 嗯 第二 你拿护臂 送给我 神之护臂 是我祖中至宝 必在人在 这里就是五王府 父亲 孟倩 你们一定来过这里 虽然不在属于这里 大胆 再敢前行 传灭你的虚身 哪儿来的臭小子 如此上门挑衅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本来只是思念父母 顺便进来看看 你这老家伙 真让人扫心 你暂 tell 你干什么 你给我什么 你呢 管你 太瘋狂了 太瘋狂了 开启了传说中的石冻天还不满足 这若是失败 定是行神俱灭的下场 给我开 真 这是石冻天合一 不 不 我可是肉身成冻天 看起来在我眼前 达到了这人足难以达到的境界 你没有 快走 你 这 这做不过 屁尖 收拾 屁尾 刚刚的是 是自古 尚未重生 只是有了复苏的苗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再不敢去 错过了机缘 我爷爷倾天尊者也不会答应 许多势力早已出发 咱们确须抓紧 上路吧 一有消息 我自然立即就会告诉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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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逐鹿 好